大家好,我是紀家文 接下來香港馬鞋蟲又快到了 不如讓我介紹幾個拉筋的動作 讓大家在跑比賽前做一做熱身 預防受傷 我第一個介紹的動作 其實我們就拉一拉四頭肌 即是我們大腿的肌肉 拉的時候最重要就是要有拉的感覺 盡量維持30秒至1分鐘 千萬不要拉的時候 給力又放鬆 盡量保持 第二就是即使拉完之後 放鬆的時候也不要馬上放下來 慢慢放下來 第二個動作我介紹就是拉小腿的肌肉 這個動作要注意就是 兩隻腳的腳掌一定要碰地下 第二就是我們重心慢慢向前傾 千萬不要做的時候 就不斷向前向後 向前向後地動 如果你覺得拉到差不多 有一點放鬆之後 而又想加大力度 我們可以把前腳的腳 向前踏半步或者一步 你就會感覺到拉力會大 我們盡量去保持 跟剛才所說 每一隻腳拉30至1分鐘 第三個動作 我就介紹拉古大肌 我們首先在一隻腳伸直 另一隻腳接過來 盡量拉近自己的身體 我們拉的時候 就盡量給力壓下來 如果你覺得拉這個角度 好像拉不到 你可以嘗試把我們 直的腳 少少彎曲 增加角度 令它拉的拉力會大 秋冬的時候 如果跑馬拉松 其實在裝備方面 最重要就是要保暖 因為我們的肌肉 如果散熱 對跑手造成很容易受傷 穿一些合適的衣服 最重要的是 能夠長時間保暖的衣服 就是最害理想 其次就是 我們如果跑馬拉松 最好就是 自己戴上腰臉 因為可以裝備一些補充劑 有些人 可能跑的時候 體質未必應付得到 他們就需要吃補充劑